尹熙悦在中亚法里与哈国签订矿产协议 但这出海口却把握在中国手上 被明确排除在这一期峰会名单之外的韩国总统尹熙悦 将他的外交触角延伸到了中亚地区 引发外界的光泛关注和警惕 报道说尹熙悦此次访问中是携带夫人一同前往的哈萨克斯坦 并在关键矿产合作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 达成多项协议和谅解备忘录 这一系列的操作无疑是尹熙悦此行的主要目标 看来已经达成了 当前韩国在国际市场上最具竞争力的领域 主要集中在了电子产品和芯片技术 而在这些高新技术领域中 关键矿产的储量是尤为重要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都能决定着韩国的国运 尽管韩国在芯片制造技术方面颇有建树 但它国内的稀土及矿产资源很匮乏 难以满足国家发展的需要 因此尹熙悦作为总统 必须为三星等这些大企业 创造更加有力的发展环境 确保经济能够持续增长 为此尹熙悦是不断在中亚地区展开外交攻势 紧盯中亚各国的矿产资源 尹熙悦这个雄心壮志我们是显而易见的 它试图将韩国打造成全球的枢纽国家 尤其在芯片领域 它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 这一点表现得非常明显的突出 这对于中国而言不是什么利好的消息 你看长期以来 尹熙悦紧跟美国步伐 在芯片领域对中国实施限制和封锁 这次的访问表面上是为了韩国经济发展寻求和作伙伴 但实际上在芯片领域的对华封锁 它丝毫不会减弱 甚至在获得了更多矿产供应国之后 对华封锁可能会更加严密 不少人认为哈萨克斯坦不可能不了解中韩之间这个芯片战 那么为什么作为中国邻国的哈萨克斯坦 仍然坚持要与韩国合作呢 难道他们就不担心中国会因此不满吗 首先啊 有一点要明确 就是我们尊重哈萨克斯坦 作为主权国家所做出的所有决定 但必须强调的是哈萨克斯坦也需要尊重中国的合理利益诉求 否则中国绝对不会坐视不管 以韩国与哈萨克斯坦的合作为例 作为内陆国家 哈萨克斯坦的对外贸易出海口 它是要依赖中国的 其中连云港的使用频率是最高的 换句话来说 如果哈萨克斯坦与韩国合作损害了中国利益 那只要我们一句话就可以切断他们的贸易往来渠道 无论是空中 陆上 还是海上 中国都有能力进行反制 也正因为哈萨克斯坦高度依赖中国的出海口 因此在哈国国内还流传出这样一句话 就是虽然我们不靠海 但有中国这样的邻邦抵得上一片大海 这句话也足以见得中国出海口 对他们国家发展的重要性 因此哈萨克斯坦在与韩国合作的时候 还需要权衡利弊 其中的利害关系 它必须要拿捏好 就像尹西越这次中亚之行 虽然目标很明确 志在必得 但它所有的成果效果如何 还得拭目以待 就像咱们看到一个段子说的那样 钓鱼虽好 但鱼线还是在别人手上扯着的 再大的鱼也得看钓鱼人的心情 尹西越的中亚战略能否如愿 我们还需要看中国最终的态度